刘备前来拜见诸葛村叔 村叔虽在家 但正在草堂上搭手机 不愿起来 2030 年轻人沉迷手机危害很大 我们帮他记一下 将军遇到我出山 不知开架多少 原先可有一个意 老兄我送你一句话 年轻人开架别太高 开架不高他叫年轻人吗 辈子我也送你一句话 开不起架就给他 辈子我再送你一句话 年轻人说话别太难听 辈子我也再送你一句话 等我诸葛花强听 你有见个实力吗 卧槽 现在的年轻人会恨如此宝藏 一言不合就太敢 到底还有没有王法 区区一亿 何必如此 进今草操压境 局势危矣 存数若能助我破草操之举 便是十亿 我三弟也该得起 到处起兵是我出钱 后来病毒人是我出钱 现在请问破三夫 还是他妙的我出钱 到底还有没有王法 哼 在我看来 想要破曹操之急 实在是非常的easy 将军 将军只需引一千军马 兵分两千路 兵一路 马一路 往曹操加茅厕下埋 待曹操未急 解枯下蹲时 便可出击 迎头而上 对准防卫 丢了死里头 陈如所言 曾曹操及必破 敢问村子 一千军马埋伏在茅厕 是否太急了呢 将军无虑 此代曹操家茅厕的建筑图 清晰可见 西使用面积虽小 然攻坦其当 塞下一千军马绰绰有余 卧槽 这小子竟如此不夯 我非可之前 是个卖楼的 哼 实不相瞒 我有洁癖 恐难隐藏时间 埋伏于茅厕 故而请教曾副 可有其他泼草之计 得加钱 再加十个亿 卧槽 大哥和这小子没来眼去 加了十亿又十亿 到底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在我看来 将军虽一事无成 既爱扑又爱拿孩子出气 然而颜值 这是仅次于我的存在 故而将军可假扮小桥 孤身前往曹营 再凭借北冒孤营曹操 待其心满意足安睡 便可出击 陈如所言 则大业可成 难道村府 真的忍心要我去世曹操吗 将军乃帝氏之中 将军乃帝氏之中 当今皇叔 未来汉招立帝 就不能为了大人大义 委屈一下吗 难道除了躲在茅层 和假扮女人 可真实在 就没有其他堂堂堂堂堂堂的破草之计了吗 得加钱 再下一百亿 我靠 二哥你也知道 就是把案的猪肠给卖了 兜里也没有一百亿 带我去民国皇家穿土 看能不能掏起这支数 反正 我也去 将军请看 此乃真三国大世界及时战略游戏 战敌无将 在这里 将军可以自由行军 想去哪就去哪 过而将军可以不用躲在茅层 便可接近曹操大营 在魔霸事业的迷雾探索模式下 将军也无需现身 便可躲过营外侍卫 接近睡梦中的曹操 我闻曹操好梦珠杀人 若我干不过睡梦中的曹操 又该如何是好 若将军如此窝囊 那可使用游戏里的轻动管理经营办法 在曹操大营外 自由建设村庄 龙田矿洞等自然地 再派兵马驻守村庄 可打长久战 若是兵力柴 若守不住村庄又该如何 那将军还可以使用无损换将功能 一剑将曹操经验技能 换到自己身上 直接干死曹操 世上竟有如此多破草之法 村夫何故早说 我这就登陆战地 无将去干死曹操